新北市教育局 攜手新北市補習教育策進會 以及新北市補習教育暨平保協會 提供了高中 國中 小學 學生將近有750名的弱勢學子 一整年的免費補教學習資源 總工藝市值高達2000萬元 市長侯友宜親自出席頒發感謝狀 期許有更多伙伴加入 點亮學子學習的希望 新北市補教業 平保會 側經會 特別透過好日子愛心踏平台 來建築我們弱勢的學童 課後補習 一年免費750名 大約有2000萬來資助弱勢兒童 希望萌芽助學計畫提供弱勢學童 一整年全額免費的補教學習資源 課程內容多元豐富 有圍棋音樂 珠蒜五道美術烹飪 作文英文數學等等 讓學生在課餘時間能充實 生活知識 學習實用的技能 透過公司協力的合作 以愛為起點 真正展現民間力量對教育的 付出與愛的精神 尤其它是一種多元學習的方式 不是只有學科還有才藝科 讓我們這些弱勢的兒童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不弱人之後 可以得到更多的 視財 視性的發展 希望萌芽助學計畫 提供弱勢學童一整年 全額免費補教學習資源 計畫從十月份到明年六月份 凡是符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是特殊境遇家庭 以及零有經濟弱勢兒童 或少年生活輔助資格的人 都可以直接向新北市社會教育資源網 查詢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分別向兩個團體提出申請 記者吳志恒 吳秀娟 新北參報道